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调显示 在蔡英文与韩国瑜对决的情况下 韩国瑜的民意支持度都落后于蔡英文 根据联合报近期民调显示 在郭台铭放弃参选后 蓝绿对决情势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蔡英文支持度为45% 胜过韩国瑜的33% 两人相差12个百分点 在40岁以下的选民当中 蔡英文占据优势 支持度高达59% 韩国瑜仅有25% 在政党支持度方面 蔡英文获得民进党92%的支持度 政党凝聚力也高于韩国瑜 台湾亲律民调机构 台湾民意基金会近日的民调显示 2020年在蔡英文与韩国瑜对决的情况下 蔡英文支持度为53.6% 韩国瑜为30.9% 两人相差近23个百分点 是两党确定2020候选人之后 民意支持度差距最大的一次民调结果 舆论分析认为 韩国瑜的支持度呈现下降趋势 且在台湾年轻族群当中好感度很低 是很大的隐忧 蔡英文近日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了一条 名为台湾队长的竞选歌曲 在歌词中罗列了他执政三年以来的所谓的政绩 但是对于像一例一休 年金改革和普悠马事故等 颇具争议的话题却只字未提 歌词中甚至大唱所谓的主权在我 台独意味浓重 蔡英文自称不是为了选票 而是在认真做事 但是在选前抛出诸多的利多政策 甚至挑起两岸的对立 难道不就是为了选票吗 根据近期的民调结果显示 民进党在执政期间 在政策上和舆论上都具有绝对的优势 现在距离选举投票还有一百多天 这一百多天对于国民党来讲将十分的漫长 以上 实际上是记者发自台北的报道 针对郭台铭退党 国民党中常会做出未留决定 不过郭台铭办公室强调 郭台铭已经坚定退党立场 绝对不接受未留 希望大家好聚好散 4月17号 国民党向郭台铭颁发荣誉状 9月12号 郭台铭宣布退出国民党 把国民党政和荣誉状一并退回党部 25号 中常会处理郭台铭退党案 决议予以未留 我们是希望能够未留他 继续留在国民党 因为毕竟中国国民党跟郭董事长的理念 其实是一致的 大家一起向前看 以往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但是郭台铭幕僚强调 郭台铭已经坚定退出国民党立场 绝不接受未留 郭先生特别要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他创业这么久以来 工作数十年以来 他第一次在平常日的时候 邀请朋友去打球 因为他无党一身情 他知道国民党今天 已经要完成这整个退党程序 他相当的开心 但是有蓝营人士分析 支持郭台铭的选民当中 有相当一部分中间选民和浅蓝选民 他们就算不会投票给韩国瑜 也很有可能投票给蓝营民意代表参选人 郭台铭退出之后 如何保住这部分支持者不流失 是国民党接下来要面临的重大问题 如何让中间选民 经济选民或所谓的知识选民 愿意从家里走出来投票 其实关键的重点 就在未来如何丢出好的经济议题 跟经济论述 日前许久没有露面的赖清德 北上为民进党初选中 曾经支持他的民意代表参选人站台 被台湾媒体认为是已经复出 但对是否与蔡英文搭档的问题 赖清德不置可否 我们来看报道 民进党内初选结束之后 赖清德许久没有公开行程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 日前赖清德北上 为部分民进党民意代表参选人站台 但对于是否和蔡英文搭档 只是模糊回答 之前支持赖清德的民进党内初选时 纳入柯文哲做民调 但柯文哲目前并没有参选 因此质疑当初的初选制度有瑕疵 民进党主席卓榮泰这样回应 最终柯市长若没有真正取得参选人的资格 显然与我们当时的政治的判断有所落差 好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简讯 近日 2019中国西部海峡两岸经贸合作交流会 在四川成都开幕 本次交流会以交流合作共享共赢为主题 邀请到台湾工商团体负责人 共化川台电子信息产业合作新机遇 新趋势 持续深入推进川台经贸合作 中国西部海峡两岸经贸合作交流会 始于1998年 着眼提升两岸经贸合作畅通 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和四川发展机遇 促进川台两地合作共赢 与会台商表示 四川具有独特的优势 也致力于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相信未来 四川也会在两岸融合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今天的交流会是一个合作的平台 这个平台就是起了一个带动的效应 四川这里的针对我们这个电子信息产业 非常的支持 所以说在这短短的大概五年之内 我们这个行业 四川 重庆 成都 绵阳等地 这个聚集的这个数量非常多 为加强柜台两地出版交流合作 推动两岸出版发行行业发展 23号 第十届台湾广西图书展 在台北市崇南书街举办了开幕仪式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 即两岸出版行业代表出席了活动 签订了两岸版权贸易的相关协议 本届图书展从22号持续到28号 展出了包括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汉化总录等书籍 据介绍 图书展开办十年以来 广西出版部门向台湾赠送了价值 240多万人民币的优秀读书 受到台湾读者的喜爱 成为台湾了解广西的重要窗口 通过这种文化血脉的这个连结 这种来中华民族这种 这个同工同卖同整 这种交流的可以加强我们这个情感的这个沟通 我们今年一个最大的亮点是 把这个汉化总录 这个是去年在中国大陆得奖的书 尤其是台湾现在慢慢的在去中国化 我们更需要把这个中华文化 尤其这个汉化总录 来介绍给台湾的所有的民众 王金平有意与亲民党接触 引起多方关注 亲民党方面尚未决定2020如何提名 一时之间议论不断 郭柯王合作是否彻底破局 目前是否仅剩亲民党握有2020提名门票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柯文哲 王金平抢2020入场券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郭柯王的结盟目前看似破裂 郭台铭退选 而柯文哲 王金平的动向 则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报道指出亲民党秘书长证实 柯文哲 王金平都想和亲民党的主席 宋楚瑜见面 一时议论不断 为什么柯文哲 王金平都想和宋楚瑜接触 是否因为亲民党是目前唯一 有2020提名门票的选择 好 就这样一些话题 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中时电子报的社长赖月谦先生您好 李鹏好 于教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 于强先生您好 李鹏好 赖市长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看到柯文哲跟王金平在争抢亲民党 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的门票 接下来我们通过中评社的报道 一起来了解一下 据中评社报道 2020选举战局诡诀 包括台湾民众党主席台北市长柯文哲 及台湾前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两人 私下均积极与握有2020提名门票的亲民党联系 但考量柯王态度及合作方向不明 而局营内部也有两派意见分歧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因此暂时婉拒与柯王两人会面 亲民党立法机构党团总照日前证实 王金平确实已经在接触传话 但亲民党在10月中举行决策委员会 届时会再讨论 中评社报道还指出 王金平此举等同与柯文哲 成为亲民党2020提名门票的竞争关系 之前一直在盛传柯文哲 王金平和郭台铭的大联盟 虽然说三个人的联盟破局了 但是现在柯文哲和王金平 又想要和亲民党的宋楚瑜来进行联盟了 那么是不是柯文哲跟王金平 就此由联盟的关系转为竞争的关系了呢 我们回忆一件事情啊 中秋节前夕9月11号的上午6点 郭台铭和柯文哲 去了柯文哲的老家新竹去拜庙 然后当时那个现场呢 柯文哲的爸妈也在这个现场 那个现场早上6点 为什么王金平没有去 如果郭台铭或者柯文哲通知王金平的话 王金平不可能不去 那么重要的时间点 而且那是见家长爱 那是见父母啊 多么重要的场合 好 等到这个郭台铭给柯文哲的爸妈 送了月饼之后 郭台铭马上到了台北 又跟王金平见面 又给王金平送了月饼 他告诉我们什么 他告诉我们 我们认为传统的郭柯王杰梅 我们认为是一个三角形 其实不是 它是一条线 郭台铭在中间 左边拉着柯文哲 右边拉着王金平 左边拉着空军总司令 右边拉着陆军总司令 但实际上 柯文哲和王金平之间 是没有连线的 所以你看 郭柯王的这件事情 讲了快两个月了 我们见到郭台铭和柯文哲 在一起照相不是一次了 郭台铭和王金平在一起照相 也不是一次了 什么时候见过柯文哲和王金平 在一起照过相 所以没有了郭台铭 这两个人就没有联系在一起的可能性了 他以前是一串项链 现在中间的那个珠子断了 所以左右两个珠子自然就散开了 为什么柯文哲不愿意跟王金平捅框 因为理念不合 柯文哲一直以来打的旗号 叫做改变传统政治 什么叫做改变传统政治 你要传统政治的代表是谁 不就是王金平 所以你柯文哲要改变传统政治 结果你跟传统政治的代表王金平 两个人站在一起照相的话 民众会怎么想 民众会觉得你柯文哲变了 你为了利益你什么都做 那柯文哲自然会掉粉 所以柯文哲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 现在自然中间的那个联系 纽带已经断了之后 那两个人其实就是各走各的路了 而现在 亲民党参与2020选举的入场卷就一张 那个入场卷又不是月饼 你说可以掰开来你们两人一人一半使 只能有一个 所以对于柯文哲和王金平来说 那个竞争关系自然就越然纸上 现在柯文哲并不是真的想选 柯文哲是想带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 带他台湾民众党 王金平在组一个所谓的大联盟 大联盟也好 台湾民众党也好 都想选台湾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 所以这两个人本身就是竞争关系 而对于柯文哲来说 郭台铭这个母鸡没有了 王金平这个母鸡 与其去带台湾民众党 还不如他柯文哲自己带的 所以两个人根本没有合作的基础 从理念上没有合作的基础 从共同的利益上也没有空间 所以现在两个人就是一个竞争的态势 从您的分析来看 这两个人的目标是想要争民意代表的席位 可是我们看到中平社的报道认为说 他们两个人是在抢大选的入场券 那这到底应该是认可 于强教授的分析 还是说我们认可中平社的分析 赖教授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 是这样子 因为王金平的意愿 因为他信奉他的家庙 他认为他的家庙给他的指示 是他2020年他一定可以当选 所以他笃信不疑 因此王金平他的态度很明显 他要选大位 他的意志绝对不动摇 但是问题就在于现实是很残酷的 各种各样的民意代表 民意测验都告诉我们说 王金平很难选上 我想这个政治现实 亲民党也很清楚 郭台铭也很清楚 柯文哲也很清楚 但是对旧王金平 他不是那么的清楚 因为他笃信他的家庙 给他的指示 对柯文哲来讲 他确实也想选大位 他说你郭台铭如果不选 你早就应该在第一时间告诉我说 你不会出来选 这样的话柯文哲他自己本身 相当有可能就会出来选 来带动他的台湾民众党的一个 不分区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 或者是区域的民意代表 这样的一个选举有利于他的党的一个发展 那现在的情况是 郭台铭不选了以后 我们看到柯文哲跟亲民党有所接触 这样的情况就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就是他在跟宋楚瑜在商谈 就是说到底是由他出来选政的 还是选富的 还是都不出来选 还是他们组成一个泛政党联盟 一种大联盟 那么是不是推郭台铭出来选 因为我们也看到郭台铭 也在跟亲民党有所接触了 所以未来亲民党的这张门票 那么就看起来就是已经开始水涨船高了 所以很可能的 柯文哲来说 因为他的父母也一直要他出来选 不要把这个门票都糟蹋掉了 所以我们也看到柯文哲也在积极地回耀 目前是属于密室协商的一个阶段 那么最终出来的结果 我们也看到了还没有办法知道 可能在10月或者是11月的时候 最终结果就会出效 如果说竞争这么激烈的话 那么亲民党的这张门票那可值钱了 无论是柯文哲还是王金平 或是我们没有想到的郭台铭 他们似乎都想要这张门票 柯文哲不是刚组了党吗 他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政党 他的政党没有提名权是吗 那么如果说他的政党没有提名权的话 那么柯文哲之前也说他不选了 可是为什么现在又要去找宋楚瑜呢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刚刚赖教授认为说有很多种可能性 那么您更认可哪一种可能性 那么这一张门票最后会给谁 对于宋先生来说 今年他77岁了 如果他不选的话 那么亲民党立法机构民意代表 得有席次 得有人带 如果能有人带的话 他愿意把这张门票拿出来 但是你得带亲民党的立法机构 民意代表的席次来选 所以这件事情变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好 那对于那个亲民党来说呢 现在有两个人都想要 自然很好嘛 姑娘有好几个人来追 那正好啊 看看你们每个人的表现如何 王金平现在在组一个 所谓的民主大联盟 他要把亲民党纳进去 宋楚瑜要的不是这个 宋楚瑜要的是 我这张门票如果给你王金平 你王金平只能带我亲民党立法机构 民意代表的选举 你不要去带别人 怎么可以说你组一个大联盟 把我的人放进去 那岂不是亲民党被你王金平吃掉了 所以这个合作很难 柯文哲 柯文哲和宋楚瑜的关系不错啊 柯文哲2014年12月刚刚当选 还没就职 就跑去找宋楚瑜 然后呢还聘宋楚瑜当台北市政府 市政的首席顾问 宋楚瑜先生也送了他书 也送了他这个话 两个人合作还不错 但是实际上在今年 宋楚瑜先生 其实亲民党跟柯文哲 谈过关于合作的事情 当时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柯文哲 亲民党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柯文哲不能阻挡 为什么 就是你柯文哲如果去选2020的话 我这张门票给你用 作为交换 你来带亲民党立法机构民意代表的选举 所以这个联盟 在柯文哲8月初 组了台湾民众党之后 这个联盟就不可能了 因为柯文哲已经把那个合作的 那个亲民党开出的唯一的条件 已经打破了 亲民党内部对于2020是否存在分歧 2020战局还存在哪些影响因素 请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如果说按照您的这一番分析的话 那就看谁的交价更高了 既然说合作的基础都很弱 而且对于宋楚瑜来讲 可能他也有他的目的 特别是手里握着这张非常珍贵的入场券 如果说对方想要的话 那么要看谁更符合他内心的要价标准 谁更能达到他的需求 所以这个时候 宋楚瑜的需求就至关重要 宋楚瑜到底想要什么 既然这么多人看中了 亲民党的这张入场券 那么他到底会拿这张入场券 交换一些什么 有没有可能宋楚瑜 他也想自己出来选呢 对于宋楚瑜来说的话 他当然希望能够继续维持亲民党 有这样的一张入场券 但是对于柯文哲来说的话 他所先组成的台湾民众党 他也想希望能够有这么一张入场券 也就是说在未来 他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 能够超过五席的话 他也可以有这个入场券 这样的话 2020年他就可以不用有求于人 那对亲民党来说 还有一个部分 那就是政党补助款 也就是说他只要能够组成这个党团 他也就能够获得政党补助款 所以第一个是入场券 第二个是政党补助款 第三个就是 如果他是最高政治领导人的候选人 而以上次所得到的票数来说 一百多万票的情况来看的话 他的这个每一票的补助款 他又可以获得政党的益助的资金 所以他的资金就会比较充沛 这样的情形对于亲民党内部的意见 就认为说那你还是应该要 亲民党这个宋楚瑜 你主帅清真 这样的话可以扩大我们亲民党的影响力 也可以让亲民党的这个经费 运作的经费充沛一点 而且也可以在政坛中还有一席之地 但是有另外一个声音是认为说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亲民党已经影响力已经萎缩了 那如果能够扩大 例如说把郭台铭纳进来 以郭台铭的财力这么的雄厚 对于这个亲民党未来的发展 他的财政的资源 那真是不可同志而语 甚至会超越民进党 超越国民党 这样的情况 对于亲民党的未来的发展很大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他们说 如果组成一个泛政党联盟 一个泛政党联盟 也就是更大的一个政团 这个更大的政团 那我们亲民党跟台湾民众党 要怎么样来去调习次的问题 那么在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中 政党票也好 或者是这个民意代表的 这个分区的民意代表的选举也好 这提名权 那么我们彼此之间可以去磋商 扩大我们的这个候选人当选率 这样的情况也可以让亲民党 不只是现在的三到五席 还可以扩大到超过五席以上 所以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分析 那么对于亲民党都是有利的 因此现在的情况是对宋楚瑜来讲 他是处于最好的一个地位 因为有庞大财政资源的 这个郭台铭有意愿跟他接触 有群众基础的柯文哲也愿意跟他接触 还有能够终横台湾政坛的王金平 也跟他有接触 那以过去宋楚瑜的优势 也就是非常擅长于台面下的这些运作的情形下 我个人比较推断 这种运作的方式找出一个平衡点 然后最终推出一组候选人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比如说无论是王金平 郭台铭和柯文哲 他们只可能有一个人会跟亲民党合作 那么剩下的两个人有没有可能去找时代力量 王金平和郭台铭肯定不会 因为时代力量是升绿的政党 他们跟时代力量一结合的话 他们在政坛上就完了 时代力量我们看到最近 他有一个声明 他说时代力量这张入场券不用了 当着大大面撕了 就是说我不使 谁也别使 撕了 大家别惦记了 这张入场券时代力量扔掉了 可是柯文哲之前不是说 他也是偏绿一点点的吗 他既可以偏绿又可以偏绿 这是岛内一直媒体是这样报道的 为什么他要去找亲民党 不去找时代力量呢 因为柯文哲出身绿营 所以他手上有绿营的票 所以要去拉一个偏蓝的政党 来蓝绿都搞一点票 如果他再去找一个绿营的政党的话 对他整个的选情不利 所以柯文哲绝对不可能去跟时代力量合作 而时代力量现在为什么会把手上 这张入场券明明有 为什么就不用把它撕掉呢 几个原因 这个入场券 时代力量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自己使 自己使呢 它会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你自己使是没问题 可是你去报名 你要交1500万新台币的报名费 对于时代力量这样一个小党来说 1500万新台币是很多钱 这钱谁出 这是第一个问题 就算这钱涨到出处了 还有一个问题 时代力量党的党主席 现在叫徐永明 徐永明希望时代力量 能够自己提个候选人去选 这个候选人是谁呢 按说你党主席你想提 你就去选对不对 他不去 他说让黄国昌去 为什么他不去 因为他谁都知道 实在力量提名的这个人 选不上 去了只能当炮灰 而其他人怎么想呢 是提一个人去选 然后剩下的人呢 去做立法机构的 民意代表的候选人 万一选上了呢 就可以做民意代表了 那个去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是一定死路一条 这边当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 还有可能选得上 所以徐永明是想让黄国昌去送死 那黄国昌也不傻 黄国昌不同意 那么从现在的态势来看 亲民党这张门票呢 的确成了香波波 成为了各家都想要的东西 那么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那么亲民党这张入场券 在2020年的选战布局当中 他会给选情带来多大的冲击力 他会对于2020年整体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情 带来很大的冲击吗 我觉得可能性很大 因为他的冲击绝对不会小 这个是亲民党主党以来 我觉得是这一次是影响力最大的一次 蔡英文的支持度还是维持在三层多 韩国瑜的支持度 也都是维持在三层多到两层左右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给第三势力很大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如果最终在11月 亲民党推出候选人的时候 绝对会冲击到民进党的蔡英文 也绝对会冲击到国民党的韩国瑜 那么三强鼎立的这样的一个竞争 可能会非常的激烈 那要看宋楚瑜和哪一股力量相结合 而这股力量又是不是能够得到更多民众的支持 但是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也许宋楚瑜可能会跟某一个人进行联盟和结合 那么对于韩国瑜或者是对于蔡英文 他们的选情到底会带来多大的冲击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至少目前我们可以看出 一时机器千层浪 整个的选举的战局又发生了变化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李红 余教授 观众朋友再见 谢谢李红 赖事长来见 观众朋友再见 好 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